哈喽 兄弟们 我是老徐啊 好久没有更新视频了 没有给大家拍美食的视频了 今天老徐来到了锦宁的秀水城附近 这边有一个惠一师傅 是我的朋友 给我推荐了一家小店 做的菜品是非常的接地气 而且是一个喝咸酒的好地方 这样我已经是来到了 惠一师傅的店门口 咱进去喊他一下 看看今天喝什么酒 老徐 那必须的好久不见 走 喝酒去 哈喽 兄弟们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中心杂子南路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小店 就是这个童童菜馆 他家的这个菜香酒美人地道 咱今天就尝一下他家的这个小菜 喝个鲜酒 什么呀 所以呢 呢 他们就现在想给大家吃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家的小店人气是非常旺 他家有两道特色的菜 一个是炒牛心馆 还有这个牛心馆 还有这个牛板筋 这个菜是他家的一道特色菜 绝对比烤的好吃 绝对比烤的好吃 这介绍一道 老师要来这个地方 就点两道热菜 两个凉菜就够了 有没有看到这一块 看到没 这个是现撒的这个黑鱼 爆炒黑鱼 非常的特色 再尝一下 再尝一下这个牛板筋 非常的Q弹 虽然没有这个炭烤的这个香味 但是炒出来之后 它这个自然的味 还有它这个 版心的这个Q弹的这个感觉 太棒了 吃一口晒 喝一口小酒 这个非常的完美 哦 简直是还没喵了 喝喝喝喝喝喝喝 喝喝喝喝喝 喝喝喝喝 哦 好酒 这个盘子啊 炒这个黑鱼的那个啊 一个手端不起来 你帮我打把手 太重了啊 这是一整条的一个黑鱼 一整条 它尝尝它的味道啊 尝尝它的味道 看这个肉贝啊 非常鲜美啊 再蘸一下这个汤 尝一下 非常嫩啊 我给你讲有什么味道啊 就是它这个浓稠的这个汤汁啊 有一种像我们山东 那个藻庄辣子鸡 还有那个蒙银炒鸡 蒙银炒鸡 一个中和的一个味道啊 然后但是呢 它是这个黑鱼的这个鱼肉啊 这个鱼肉吃起来特别的软嫩 很香吧 给力吧朋友们 啊 老薛刚才一进来啊 就看到这个尖角了啊 这个尖角 非常好啊 因为我看到它制作的一个过程啊 煎得是非常的焦脆啊 你看啥啊 看到没 咱尝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吃饭啊 你四五个人 你就要 我就刚才推荐了啊 两道菜 然后呢 要一碗汤 两个凉菜 也就是 两个热菜 两个凉菜 然后呢 要一盘那个煎饺 还有这个沙汤 完美啊 尝一下 经不经心 亦不疑问 刚出锅的 非常热啊 微大解开看一下啊 有没有看到里边肉 这个肉非常棒 虽然不是老薛发现的 是慧一师傅带我来的 第一次来吃的时候啊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直都想过来拍一下 给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呢 如愿一尝 让大家看这一个尖角多大啊 看那筷子呢 比一下 来吧老薛 来 来 Cheers